大家好,我是坦平树,带来一下真正的中国 今天是2024年4月30号 这一期啊,咱们聊一聊义乌指数 在遥远的东方啊,有一个神奇的指数 能够预言美国大选最终结果 就是传说中的义乌指数 我记得以前啊,有一只乌龟啊,是哪国的 它能预测这个世界杯足球赛的这个成绩 据说也挺灵的 今天啊,时代周报啊,刊登一篇文章 它的标题叫,美国大选义乌压住谁 商家说啊,有客户下单 一百万顶特朗普帽子 这个义乌压住啊,指的就是义乌指数 我们看看这个文章怎么说的啊 他说特朗普的订单更多 一名义乌一致商家 虽然不加思索的到处答案 但也很快把话圆了回来 他说啊,2016年特朗普还算年轻 现在他也老了 谁能赢,我也不知道 这个义乌指数啊 他成名之战就是2016年的大选 因为那一年啊 在义乌的这些商家 收到了这个川普的这个道具的订单 就是应援道具啊 就是那些什么印由川普的竞选口号的帽子 旗帜啊,对吧 川普的标志啊 就是这些应援道具 那川普的订单远超过希拉里 而当时希拉里的这个民调支持率是72% 所以根据义乌指数啊 预言,特朗普一定能赢 结果呢,就是特朗普单选 特朗普击败希拉里,获胜 所以让这个义乌指数啊,一战成名 这位商户啊,他说啊 2016年特朗普还年轻 现在他老了 谁能赢,谁也说不好 但是你要说老的话 那拜登年纪更大 真正的叫老太龙中吧 我们接着往下看啊 该商户对时代周报记者透露 他位于绍兴的工厂 正在加班加点生产 刚刚接下的100万顶特朗普帽子订单 此前他也曾接过为拜登大选造势的产品订单 但拜登的订单只有几个款 特朗普有二三十个款 就是特朗普的帽子的款式还多 所以似乎这个从他的角度看 那个特朗普好像更受欢迎了 指数率更高啊 问其对2024年美国大选的看法 也有很多义务商家急于撇清关系 表示自己只负责来图定制 订单多寡是海外客户决定的 与自己无关 言下之意就是千万不要给我扣上一个 干涉美国大选的帽子 另一家旗帜商家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 那边喜欢啥,什么款式好卖 客户就会发过来 问我们能不能坐 主营出口生意的义务国际商贸城内 偶尔能见到印有特朗普元素的旗帜 衣服和供应品 当然当记者询问对方 是否愿意具名分享对美国大选的感受时 每个人都白手拒绝 不行不行 我们生意还做不做了 得于这种态度 一位主营运动运品的义务商户 对时代周报记者指出 美国大选的锅义务不卑 该商户表示 美国大选四年才一回很少有人天天盯着大选做生意 义务周边的纺织 盆会供应链资源齐全 只要有人敢下单 一个八杆子打不着的商户 也可以在三天内找到工厂 生产印有美国大选口号的口罩和旗帜 那就是义务这供应链齐全 这个文章说啊 竞选周边的生意金 美国大选中最具代表性的竞选周边 但属印有特朗普竞选口号的MEGA 就是让美国再次伟大 这种红色的帽子 2020年大选期间 曾有不少人在媒体分享称 许多MEGA帽子的标签上写着 Made in China 这与特朗普多次公开抵制中国制造 声称要将工作还给美国人的口号不符 尽管生产了诸多大选周边商品 不过中国生产者们到时的利润其实并不多 一名义务商家对时代中报记者特录 义务的帽子订单虽然多 但整条产业链的利润大头还是在分销商和客户手里 客户拿到货一转手 一美元出产价的帽子就能卖到20美元 而他们只能在一美元里抠利润 实际上就是支持川普的那种红色帽子 上面印着这个MEGA的 他在这个很多电商平台上批发价 只有1到2美元 也差不多吧七八块钱 在阿里巴巴国际版 很容易能收到大量的MEGA的帽子 产地不仅有浙江义务还包括广东和河北的工厂 大多数售价为1到2美元 而在美国主流电商平台亚马逊上 同样产品售价在10到15美元左右 据CNN报道一些特朗普粉丝 在线下零售渠道购买的MEGA帽子普遍在20美元左右 相比于特朗普官方店铺一顶帽子50美元的高额售价 电商网站上由中国制造的MEGA帽子不仅便宜 样式还丰富多样 说特朗普本人也曾被质问 为什么一边高含制中国制造 却一边大量用着中国的商品 对此他解释到 这是由于中国操纵市场 导致他也很难买到非中国制造的产品 特朗普还是挺厉害的 很会狡辩的 事实上 美国市场上流通的MEGA帽子 不仅仅来自中国 至于路透社报道 还有大量有越南、印尼、加拉和墨西哥 美国制造的MEGA帽子同样在市场上流通 大多数特朗普支持者们在购买时并没有查看产地 即便是今日提醒后发现并非美国制造 他们也不会感到尴尬 反而会更加坚信特朗普的解释 没错 我戴着这顶帽子就证明我们工作被夺走了 但就连特朗普的官方竞选商店都并非特朗普口中纯粹的美国制造 我记得我在17年去美国的时候 美国商店里面卖的很多服装 我特意看了一下 以前很多服装不都说是made in China 就是都是中国制造 在17年时候我去那个奥特莱斯 还有美国的那些商产 我看了一下那标签 好多是越南生产的 还有这个孟加拉 什么印尼 马来西亚 还有土耳其生产的 反而中国生产的比较少了 那是2017年 据美国媒体报道 在一次对特朗普官方帽子供应商采访中 该媒体发现这里的工厂工人大多是拉丁裔 正是特朗普采取歧视政策的群体 对于当你知道你要制作的是特朗普的帽子时 有什么想法的提问 一名女性拉丁裔工人 那表示我只能试着去忽略这一点 毕竟这是我的工作 这些记者也挺无聊的 对吧 这个对人来说只是一个工作 只是订单 满足客户的需求 恐怕也只有在立场先行的地方 才喜欢问出这样的问题 这篇文章接着说 他说义乌预测不了美国大选 2016年美国大选 这也普遍看好 但是民主党总统贺选人希拉里 但最终却是语出进人的共和党 总统贺选人特朗普问鼎百公 为什么事态发展并没有 民调数据或分析人士的预计 于是有人将目光投向了义乌 将宣传政府的逻辑 安在这个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 他们指出 有义乌上家表示 特朗普竞选周边订单 数量远远超过希拉里 由此得出一个马后炮般的结论 义乌指数可以预测美国大选 即对美国总统贺选人 宣传物料的市场需求 会转化为大洋彼岸的选票 但这一为人津津乐道的粗糙结论 在2020年接受实践验证时失灵 那一年义乌制造应由 特朗普竞选周边订单 仍然领先拜登 但大选结果却是拜登获得胜利 这也导致了如今的义乌上家 对美国大选的态度低调的数多 毕竟一胜一负 2016年好像预设对了 2022年 2020年又预测错了 即便义乌的订单无法预测 美国大选的走向 下单特朗普 竞选周边的外国客户和许多相关商品的设计者 生产者仍有一个共识 特朗普是网络和媒体的宠儿 自带流量 我觉得这个才是本质啊 就是大家愿意谈论特朗普 特朗普他更有这种自媒体的属性 他自己在推特上面 以推特治国 很多消息都是他在推特账号上发出去 所以大家更愿意谈论特朗普 特朗普是媒体的流量来源 当然也是三家的流量来源 换种说法啊 在大国啊 这特朗普的这个知名度啊 恐怕要比拜登要高 一家义乌主营棋牌用品的商家表示 应有特朗普形象的金色扑克牌 卖的比旧款要好 这名商家所指的旧款 是应有白头鹰自由女神像 和100美元人头像弗兰克林的扑克牌 就把这个原来的这个自由女神像 换成特朗普 这扑克牌的好卖一点 在不少人眼里 特朗普比然堪称是一个 极具时代特色的美国符号 国外视频网站上 剪辑特朗普演讲所制成的 鬼说曲视频 已经有善意的播放量 在国内一些网站上 用AI生成的特朗普语音创作歌曲 和游戏视频也大受欢迎 某种程度 特朗普成了一个大IP啊 特朗普的宣传物料 之所以比拜登更参销 还有一个原因 那就是他热衷举行 数千人规模的大型竞选机会 按照这个俗话说 特朗普就是个人来风 特朗普更喜欢 这个大型的线下的机会 那你搞这样的大型机会 那对这个周边产品 应援产品的消耗肯定就大呀 他的每一次竞选机会 都试图给支持者带来 摇滚音乐会般的深刻体验 特朗普竞选团队的工作人员 卡布拉来说 竞选机会上 他的支持者们会戴上帽子 挥舞旗帜 穿戴各种带有特朗普 个人元素的商品 但这些商品中 真正有美国制造的 可能并不多 媒体也多次爆出 其支持者购买的周边商品 为中国制造 此外 特朗普的数着支持者 来自城市化程度不高的农业地区 他们的庭院内 有更多空间 摆放大量的旗帜和标语牌 这个相比较之下 说拜登较少举行 大规模集会 支持者们也很少穿戴 有拜登个人元素的服饰 更多是日常服装和团体制服 比如学生组织会穿自己的制服 钢铁工人会穿工会的制服 大多居住在城市公寓中的 拜登支持者们 也不愿意购买大量的 进选周边 媒体说 候选人势均力敌 一无预测不了 美国大选真实情况的 另一个原因 是如今的特朗普 或许没空去纠结自己的 支持者们 是否购买了正版的 进选周边 就是因缘产品 这个意思就是特朗普现在是火烧美貌 特朗普现在是事情太多 已经顾不上这些 说随着曼哈顿封口费 议案的陪审团完成 特朗普的命运被握在了一名检察官 一名律师 一名法官和12名陪审团成员的手助 法庭上的特朗普 如其在部分网络视频中的形象 完全相反 他神采不在 眉头紧锁 报值沉默 庭审后的特朗普 眉头紧锁向人群挥手 如其在竞选集会上的形象完全不同 不仅如此 距离2024年美国大选仅剩半年时间 特朗普也没法加紧机会宣传 每周都要被迫出庭四天 而这里面最大的问题还是钱 那就是特朗普在竞选的这个紧要关头 是官司缠身 而且还缺钱 确实没空啊 关心那些什么 戴什么帽子 会晤什么旗帜 说接连不断的法律诉讼 不仅耽误了特朗普的宣传经历 也让特朗普损失了不少资金 自去年年初以来 特朗普的政治行动委员会 拯救美国 已经支出了高达6000万美元的 法律咨询费用 除此之外 仅在今年3月 特朗普就缴纳了2.66亿美元的保时金 而这些钱 本可以用于特朗普的竞选活动 有媒体称啊 特朗普将超过四分之一的竞选捐款 投入到个人的法庭斗争中 那可以理解着啊 特朗普在美国的诉讼 或者美国人起诉特朗普 导致义乌啊 这个竞选周边 应援道具销量下滑 外接原本预期啊 特朗普的社交媒体公司 在合并上市后 可以缓解他的资金压力 当该公司的股价 在首日上涨后一路下跌 目前今较开盘价下跌70% 我记得特朗普那个 他那个媒体公司干上市的时候 不是很多中文自媒体啊 说这个特朗普又成富翁了吗 一下又发了 实际上啊 他没有办法掏钱 开盘价到现在已经跌了70% 说尽管特朗普作为公司大股东 拥有7875万股的股份 当然受到禁售条款的约束 他要到9月26日 才可以合法的掏钱 如特朗普相比 拜登竞选团队的资金更为充裕 时代周报记者 整理美国联邦竞选委员会 公开数据发现 拜登团队在总资金 渗入资金和近期广告支出上都遥遥领先 特朗普团队啊 真正的叫清产式领先啊 记者统计啊 说今天三月份拜登团队竞选支出的2924万美元 其中2165万美元都是广告支出啊 同期特朗普团队总支出才374万元 这如特朗普大手大脚 砸钱宣传的形象相悖 如此同时 拜登团队三月份的工资支出为230万美元 几乎是特朗普团队59.7万美元的四倍 这可能意味着拜登的团队规模比特朗普要大 根据联邦竞选委员会的资金数据 截至3月31日 拜登团队已经筹集了1.7亿美元的总资金 剩余约8555万美元 而特朗普团队筹集了1.1亿美元的总资金 剩余资金为1514万美元 当然了 这个竞选资金和广告投入的多寡 于大选的最终结果 并不具有决定性的因果关系 2016年 这个希拉里的这个竞选资金的投入 就领先于特朗普 最后还是特朗普赢了 目前来看 拜登和特朗普在民调方面的差距并不大 根据经济学人和福布斯的报道 在近期的24项民意调查中 拜登有13项与特朗普持平 或超过特朗普 两名候选人 势均力敌的背后 是美国人对选举的热情 处在20年来最低位 NBC的民调发现 两位候选人支持率均一直没能超过50% 两个老头啊 恐怕真的已经吸引不了美国人的注意了 加起来160多岁啊 此外 新的独立候选人 小肯尼迪 成为2024年美国大选的最新变数 在外获得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后 小肯尼迪选择不依赖任何党派成为独立候选人 如今能够同时从拜登和特朗普的支持者中得到一部分选票 作为美国著名政治家族的议员 小肯尼迪的叔叔是美国前总统肯尼迪 父亲是美国前司法部长和参议员 罗伯特·弗兰西斯·肯尼迪 但小肯尼迪也是家族中的一类 他常年发起反疫苗活动 因此获得了不少极右翼政客的支持 他的家人们也并不是全部支持他成为下一任总统 今年4月至少15名肯尼迪家族的成员表示 将支持拜登连任并不支持小肯尼迪 这个是时代周报 关于美国大选义乌指数的一篇报道 首先一个所谓的义乌指数 跟美国大选结果没有什么因果关系 或者至少没有直接的必然的联系 义乌作为小商品计算地 它顶多只是美国大选周边产品 应援道具的一小部分或者一部分 它本身就不能代表全貌 即便能代表美国大选的周边产品 或者应援道具的全貌 那也不能得出大选的最后结果 2016年这个义乌指数梦对了 2020年它又梦错了 所以说所谓的义乌指数 也是网上的一个牵牵符会的 甚至是一种玩笑式的恶搞 或者叫炒作 第二个到目前来看 尤其从一个在美国之外的 在中国这个角度去看美国的大选 还很难看出拜登和特朗普 谁占有优势 因为这两个人都有优势 都有劣势 双方支持者都不少 目前民调好像咬的还比较紧 今天在网上看到一个新闻 是川普支持率要高于拜登 所以说现在很难说 谁遥遥领先 谁是清产式领先 不到最后一刻 恐怕谁也不知道 拜登给人感觉老谋生算 但是拜登确实也年纪大了 让人担心 他有可能从讲台上就晕倒了 或者摔倒 或者是闹出什么其他的笑话了 因为确实是岁月不饶人 上年纪了 如果他再次单选的话 他未来这四年能不能干得下来 恐怕都是个未知数 美国总统他是个公众人物 他跟那个印度的还不一样 你可以消失 你可以躲在后面 雅月不出来 美国总统他天天的露面 的晒脸 很多事情的清理清为 他是透明的 他是公众人物 没有什么让他隐藏 躲在幕后 垂帘听证 我觉得这是拜登 他主要是身体原因 这是他明显的劣势 那特朗普呢 显得比拜登要 身体要好得多 实际上他身体也不行 毕竟年纪大了 但是比特朗普还好一点 实际上很多媒体 恐怕比较希望特朗普上台 因为特朗普一上台之后 这话题就不断了 每天都有得了 从我这个自媒体角度 我也希望特朗普上台 他是个话题人物 自带流量 但是特朗普啊 他的劣势 那也是十分明显的 他现在是官司缠身嘛 诉讼缠身 不要说钱了 大量的精力 被这些官司所消耗 肯定影响他竞选 就是他们的这个政治主张 我觉得这个反而不重要 就是对一个中国人来说 反正谁上台都差不多 只是方式方法 路线稍微有差别 但是他们的目标是一致的 另外他们还有众议院 还有参议院 还有国会 所以这个总统也不是 为所欲为 死心所欲 第三个呢 就是从国际反应 当然是从欧洲的反应 因为这个欧乌战争啊 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 他们路线是不一样的 如果说谁能算到 是特朗普赢 还是民主党赢 那么欧洲就没必要这么 叫无所适从吧 或者叫这么纠结 现在从欧洲的这个动向来看 他们是做好了准备 特朗普上台的 虽然他们不希望特朗普上台 但是他们是在做准备 说明连欧洲这些 政治家 这些专家 这些智库 他们都不能判断 到底是特朗普上台 还是拜登连任 所以他们才会 做两手准备啊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咱们 没有办法判断 拜登上 还是特朗普上 那太正常了 实际上到目前为止 两个人都有可能 不过总体上来说啊 特朗普如果上台的话 那对大国来说呢 有利有弊 而特朗普他口号是 让美国再次伟大 让美国人呢 有更多的工作机会 工作岗位 那这个跟大国是 直接形成一个竞争嘛 那就很多有大国的 这个企业啊 或者生产线 恐怕就要向美国转移 因为在特朗普 实际上已经做过这事 只是不成功 你保不起他上台之后 还接着做 他很多生产线都要设在美国 这样啊 势必给中国的这个就业啊 也是要增加压力的 特朗普给人感觉啊 他恐怕更多的反全球化 相对而言 而拜登啊 代表的民主党 他们是拥护全球化的 他们虽然啊 跟中国有各种竞争 比如说小院高墙 各种打压 但实际上 他们门都没有关死 这个是由他们的特性决定的 因为他们代表了华尔街 代表了这些资本家 这些华尔街 这些资本家 这些资本 他是不能允许脱钩锻炼 他本质上也是不能允许 跟中国特地断绝关系 你比如说马斯克 你看到中国 溜达一圈 立马这个身价就涨了几千亿美金呢 好像又成首富了吧 那你说华尔街的资本家 他能不重视吗 这就是魔力啊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他能跟你彻底断绝关系吗 断不了 但是川普啊 他有的时候显得更灵活一点 因为他毕竟是商人出身啊 这个商人的底色 只要利益给到了 他能接受 这拜登也就是给人感觉呢 意识形态 恐怕还要稍微占据上风 但是说来说去啊 民主党共和党 无论谁执政 对中国啊 都是差不太多 大方向是不变的 作为韭菜 我们对美国的总统人选呢 谁能当总统 如果让我们支持的话 那就是谁能解决我们 中国的韭菜就业 对吧 让中国的韭菜能稍微多赚点钱 我们就支持他 或者就是我们盼着这样的人上台 如果你上台之后 无论你表面上跟中国关系多好 但是让韭菜的这个收入啊 得不到太多改善 或者韭菜没有太多的好处 那也没有什么支持的这个必要啊 所以韭菜还是从自身的收入 自身的预期去看这个问题啊 对于很多这个打算润到美国 或者采取各种手段润到美国 走线到美国的人来说啊 他不希望川普上台 这个特朗普一上台 恐怕这个对这个移民啊 不太友好 但是如果你不打算润的话 这些都无所谓 好这期节目啊 咱们就聊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订阅转发 留言评论 谢谢大家